美股周一收盘涨跌不一 纳指下跌1.25% 市场仍在评估美国通胀高企 与美联储激进加息政策路径 对全球经济的不敏影响 高盛303.44 跌3.55 跌1.16% 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 并警告美国因为经济衰退 做好准备 纽约制造业指数创两年来新低 道指涨26.76点 涨幅为0.08% 报32,223.42点 纳指跌142.21点 跌幅为1.20% 报11,662.79点 标普500指数跌15.88点 跌幅为0.39% 报4,008.01点 涨幅最大的前五只股票 Agre 2.77涨1.10 涨65.87% NBEV 0.42涨0.17 涨65.82% DTST 3.45涨1.15 涨50.00% TRBN 0.30涨0.10 涨49.16% CRBP 0.30涨0.08 涨38.96% 跌幅最大的前五只股票 CMRX 1.66 跌2.58 跌60.85% SOBR 2.00 跌2.10 跌51.22% POAI 0.38 跌0.32 跌45.81% FRGE 17.49 跌10.60 跌37.74% IREN 4.90 跌2.81 跌36.45% USBANK财富管理公司 高级投资主管 Bill Northey表示 美股仍在利率驱动的 重新定价过渡期间 因此 鉴于通胀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 各类资产估值 出现了持续而广泛的调整 与此同时 美国的通胀担忧迅速增大 最近数周美股连续走低 道指上周累计下跌 2.14% 为连续第7周下跌 创2001年以来的最长连续下跌记录 那指下跌2.8% 标普500指数跌2.41% 均为连续第6周下跌 经历连续下挫后 目前科技股已记录熊市 标普500指数则濒临熊市边缘 摩根市单利79.9 跌0.64 跌0.79% 联报认为 当前美股的任何反弹都是熊市反弹 意味着后续还会有更大的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五称 美联储可能在接下来的两次货币政策会议上 每次都加息50个基点 但并未积极考虑加息75个基点 他同时警告称 美联储可能无法使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纽约联储行长威廉姆斯35.44 涨0.65 涨1.87% 周一表示 鉴于货币政策收紧 以及由此引发的波动性上升 金融市场流动性将会恶化 为缓解通胀飙升压力 美国货币政策从超级宽松迅速转向激进紧缩 政策骤变不仅使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也造成负面外移效应 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并加剧新兴市场压力 全球货币政策从宽松迅速转向紧缩 很可能推高国际借贷成本 使流动性陷入紧张 投资者担心美联储激进紧缩 以控制通胀的做法将导致经济衰退 高盛董事长 前首席执行官 Lord Blackfearn 在谈到美联储应对通胀的措施时表示 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 应该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他说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风险因素 Blackfearn说 这肯定是一个风险 如果我经营一家大公司 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我是一名消费者 我会做好准备 但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还不是既成事实 他认为美联储有非常强大的工具 来影响经济 但很难看到这些工具 足够迅速发挥作用 从而改变经济状况 目前美国的通胀率 已从3月份的8.5% 40年来的最高水平 小幅下降至4月的8.3%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称 对抗通胀是他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 由于担心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 高盛将其对2022年 美国的增长前景 从之前的2.6%下调至2.4% 将2023年的增长预期 从2.2%下调至1.6% 此外 出于对金融状况收紧 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高盛还将标准普尔500指数目标 下调至4300点 周一经济数据面 有约5月制造业指数 环比下降11.6% 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 周二美国将公布4月零售销售 本周零售商财报成为焦点 这周公布财报的零售商 包括沃尔玛148.21 涨0.16 涨0.11% 加德宝295.99 跌0.04 跌0.01% 塔吉特219.25 跌0.48 跌0.2% 劳士 德尔等 焦点个股 杰兰航空周一计划 对Spirit Airlines提出 每股30美元的现金收购要约 但若Spirit愿意接受谈判 并提供杰兰航空要求的数据 杰兰将愿意支付 每股33美元的初始出价 此前Spirit拒绝了吉拉航空提出的36亿美元 每股33美元收购报价 选择了与Frontier Group Holdings的合并交易 麦当劳244.04 跌1.00 跌0.41% 周一表示 在俄乌冲突发生后 公司已启动出售其在俄罗斯业务的程序 据了解 在今年3月 麦当劳已经关闭了其在俄罗斯的所有餐厅 包括其在普希金广场的旗舰店 麦当劳表示 作为退出计划的一部分 该公司预计将产生一笔 约12至14亿美元的非现金支出 在这笔支出的影响下 预计2022年的营业利润率将在40%左右 调整后 营业利润率将在45%左右 预计2022年全年 资本支出将在21至23亿美元之间 法国疫苗制造商Velnava周一警告称 在欧盟委员会通知计划中指其新冠候选疫苗 VLA-2001的预购协议后 该公司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财务之影 Velnava首席执行官Thomas Lingoban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令人遗憾 尤其是我们不断听到欧洲各地区 希望找到更传统疫苗解决方案的声音 基于与欧盟委员会和相关成员国的 讨论结果 Velnava将重新考虑其2022年全年财务之影 搜狐14.63涨0.19涨1.32 一季度总收入为1.93亿美元 同比下降13% 归于搜狐公司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净利润为300万美元 上年同期为3200万美元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为900万美元 上年同期为3700万美元 特斯拉724.37跌45.22跌5.88 将上海工厂产量恢复正常时间推迟一周 据一份内部备忘录 特斯拉将其上海工厂的生产 恢复到以疫情停工前的水平的计划 推迟了至少一周 特斯拉原本计划从5月16日起 将其上海工厂的日产 7.688涨0.02涨0.24% 让提高到2600辆 但最新的备忘录称 该公司上海工厂本周计划维持一个班次 日产量约为1200辆 特斯拉还表示 现在的目标是从5月23日起 将日产量提高到2600辆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特斯拉仍面临挑战 要将支柱在工厂的工人数量增加一倍 以保持闭环运营 该人士补充称 由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供应商 和物流工厂尚未恢复正常 供应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 特斯拉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福特公司再次出售了 700万股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的股票 筹资1.88亿美元 据悉 在此前IPO所定期到期后 福特在早些时候 抛售了800万股该公司股票 根据上周五提交的监管文件 福特以每股26.88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700万股Rivian股票 而在减持后 福特仍拥有8700万股Rivian股票 其他市场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 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 上涨5.80美元 涨幅为0.3% 收于每盎司1814美元 周一盘中该期货 一度跌破1800美元关口 上周该期货累计下跌3.9% 创2021年6月18日以来的 最大单周跌幅 7月白银期货价格上涨2.6% 收于每盎司21.551美元 录得自4月12日以来的 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 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 WTI期货价格上涨3.71美元 涨幅为3.4% 收于每桶114.20美元 六月交割的汽油期货价格上涨1.6% 收于每加仑4.029美元 再闯历史新高 欧洲洲际交易所97.31 跌0.96 跌0.98% 6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9美元 涨幅为2.4% 收于每桶114.20美元 美式电视台报道 美式电视台报道